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外面非常冷 据说是四十多年来最冷的 零下九度 滑铁龙那边都零下十几度了 还有SARS呢 朋友说已经零下三十多度了 看起来这里还是很暖和的 今天是我们这除夕 大家的朋友、亲民好友们 除夕快乐 在国内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给国内的亲民好友、同学们 以及看我视频的网友们 拜年了 祝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幸幸福福 在这特殊年代里 健康就是福 我们今天也是让人到中国的习惯 也准备包饺子 吃个年饭 你看这是获得县子 以前是最热闹的 因为在滑铁龙嘛 我们还有姿儿一家 万生女一家 过年必聚在一起 现在就是我们那个 郭娃两个老头老太太了 年还是要过的 快乐还是要有的 是吧 这个春节啊 那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价节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啊 世间啊 许多国家和地区啊 都庆贺新春 大约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 把春节定为法定的节假日 你看看这个我们中国的春节 影响力多大吧 跟中国的崛起有关系 对 跟中国的崛起呢 也是有关系的 在加拿大过这个春节 这里也没放假 一般我们以前有工作的时候啊 都是凑周末 或者提前 或者错后几天 因为平时没时间嘛 现在有时间了 人也不多了 在加拿大办 这个过这个春节啊 不像在国内那么那么隆重 那么有节日气氛 昨天走路到附近呢 商店啊买了点年货 也没去华林这个商场 因为我们知道嘛 快过春节了 这个商场肯定很涌起 你想想现在这个 鼻子省的疫情也那么严重啊 就不凑这个人了 再说我们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 一试一试就行了 但是饺子还是要包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来 都愿意自己包包饺子啊 像年轻人他们就不愿意自己包了 他们也没时间 而且还有都有速冻的 各种各样的饺子啊 馄饨啊 现在很方便 现在年轻人 特别是第二代人 他就是这个过这个节日 就没有那种 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心情啊 他们吃饺子也是吃个稀罕了 跟外国人一样的 吃个饺子还要 最好是煎一点 外面蘸一点 什么什么这样的酱 那样的酱 像我们就还是用传 传统的方法 蘸点醋 那里香油 吃个拉巴蒜啊 我们现在呢 擀的饺子皮 包着饺子 现在看到这个春晚了 饺子包好了 大家不要离开视频 继续看我们下饺子吃饺子 饺子煮好了 真香 真香 还没吃呢 闻得真香 今天呢 就我们两个过年了 现在菜不多呢 但主要的都有 每年都立不了啊 大鸡大利 年年有余 大鸡大利 这个这些呢 就是重点 希望都大鸡大利 年年有余呢 这一代人啊 是经过这个六年年 吃不饱 穿不暖那个年代过来的 这个年年有余就很重要 对吧 吃了这顿还希望有余 你看以前呢 家里再也穷 他这过年的时候啊 总之要总备点那个年饭啊 让孩子们吃得饱 吃得好 年年有余 盼着明年还有余 实际上盼着明年还是没有 该没有的还是没有 你才有余 虽然这些都是一些愿望 大鸡大利也是啊 年年有余 这都是一种人的一种愿望 但该没有的时候还没有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 现在都有 有吃有穿了 有钱了 有好东西了 天天是年 天天过年 天天有余 我们一晚都是自己做那个 喇叭蒜 今年来了呢 也没自己没做 哎 朋友会送来了 心想事成啊 什么东西你不一定自己 是啊 谢谢我们这位朋友 好吃啊 还没吃 味道好吃 干一杯啊 好 干一杯 幸福了老伴 不辛苦 啊 高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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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大家一起过年哈 大家新军快乐 牛年牛气冲天 哎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嗯 好吃 这真好吃 不是完全好吃 嗯 一星期间没有特意去中国店买菜 所以呢 家里没有白菜 没有萝卜 没有韭菜 有什么就包什么的了 包的什么呢 木耳胡萝卜 洋葱 猪肉 也挺好吃 关键是自己调的馅子 嗯 对吧 按照自己口味 嗯 挺好 自己活着面 擀了皮子 买了个喜葫芦 还用了一半个 半个喜葫芦 鸡蛋呢 炒了一个 我也没炒过 一个鸡蛋炒菜 好 我们两个人就不希望生太多 所以我要求买一个 几乎呢 才炒半个 鸡蛋呢 再炒一个 什么都少 但是最后还是一盘 还得要生 年间有余 天间有余 这一盘菜呢 这一盘菜呢 就是排骨 炖了海带 粉条 粉条 胡萝卜 嗯 来 再来一下 抖一个 抖一个 嗯 嗯 那么我们光吃大伙们看也不好意思 是吧 嗯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过体育宝贵意见 好的 再见了